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把這個 可以有沒有把這個 caption 在更改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更改 再來 Name的部分 Name的話指的就是將來 我們程式設計的時候 要叫得出他的名字 他就叫做 UserForm1 所以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打UserForm1 電什麼 他後面有一些 方法可以去更改他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這邊是叫做Home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把名稱改成Home 那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對不對 我就改 Home Home2好了 你們就用Home 因為我同樣名稱 他會有衝突 這邊已經有個Home OK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放什麼 放上去已經把這個 外殼先做出來 由外額內 做出來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再放什麼 放 這幾個 包含就是借款金額 然後 借 借款年利率 等等這些 所以 這些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Label Label 標籤的部分 Label是不能 只能夠 秀出東西 但是不能填資料的 所以這邊有 五個 那我要設計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Label 就是在這邊 一個A有沒有 這就是所謂Label 然後旁邊有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是可以填資料 像房貸旁邊有格子有沒有